今天我要到南投 拜访三个不同的单位 一个是育幼院 一个是长照中心 一个是老人安养中心 我这边特别准备了 一些营养品 包括钙片 维他命C 还有一些食品 泡面 面线 米 茶叶 还有一些卫生用品 包括袜子啊 纸尿布 希望这些物品 让这些受到照顾的长辈们 能够生活方面上 更舒适 更方便 我们今天去育幼院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送水果 一个部分送电锅 水果送火龙果 芭蜡 还有苹果 另外一个育幼院 缺电锅 我们买了四个电锅 送过去 希望小朋友能够吃到热食 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 很多民众过得非常的辛苦 我希望能够我自己 这样子抛砖鱼的动作 能够号召更多热心有办法的 有能力的朋友来投入这样的善行疫情 帮助这些需要被帮助 所以我才连续的发布这样的消息 特别也要跟关切我的朋友来特别报告 让做善事 大家一起来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